美国国税局7月28日宣布 另有150万名纳税人将收到平均超过1600美元的退税 这是根据此前提交的所得税申报单进行的失业补偿调整的一部分 此次退款是第四轮与失业补偿排除条款相关的退款 直接存款退款从7月28日开始 只至支票退款将从7月30日开始 自5月份以来 美国国税局已经发放了800多万份失业补偿 总额超过100亿美元 大多数符合条件的纳税人将不需要采取任何行动即可收到他们的退款 美国阿拉斯加地区28日晚间发生规模8.2级强震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随后紧急发布海啸警报 目前镇央周边已经出现至少13起余震 规模介于3.3至6.2级之间 阿拉斯加州城市科迪亚克稍早也响起海啸警报声 要求居民疏散 据悉此次地震是1965年以来 阿拉斯加地区发生的最大一起地震 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 海啸警报中心正在评估 加州至华盛顿州的美国西部海岸发生海啸的可能性 洛杉矶市议会7月28日通过了一项法令 将限制无家可归者在公共场所露营 包括离学校、日拖中心、公园和图书馆500英尺以内的区域 以确保人行道畅通无阻 上个月 洛杉矶市议员布斯凯诺说 在这些危险的营地周围 暴力和财产犯罪案件都有所增加 然而却继续拖延兼职在城市里搭建营地的政策 导致整个城市都被暴力笼罩 这不是对无家可归者的同情 而是城市的一个鲁莽决定 事实上 加州一些最进步的城市都有着某种形式的反露营法令 如果该法令得到市长贾希提的签署 将限制在洛杉矶市几个地区搭建营地 以及坐、税、卧、存放个人财产 或以其他方式妨碍公众通行 该法令签署后将于30天后生效 7月28日 洛杉矶县公共卫生官员提醒居民 注意Dark Valor和Elson Gondor附近几个海滩的细菌水平 通过周二进行的海水取样 县公共卫生部确定 在洛杉矶最大的亥伯隆废水处理厂附近的几个海滩 水中细菌含量超过了周标准 目前没有污水从该场排放到海洋中 最近的降雨可能影响了细菌水平 游客最好不要在排水沟、小溪和河流附近的海水中游泳、冲浪和玩耍 救生员应在受影响永滩地区张贴黄色警告标志 以色列政府将开始向国民提供第三剂辉瑞疫苗接种服务 只要在五个多月前已完成两剂疫苗接种的60岁以上国民 便有资格接种第三剂加强剂 这是全球首个国家向国民提供第三剂疫苗接种 借此对抗更具传染性的德尔塔变种病毒 近日台风烟花登陆中国浙江省后 7月28日宁波市古林镇卫生院派出由医生和护士组成的流动医疗小组 启用急救皮滑艇前往卫生院覆盖的镇区四个安置点进行巡诊 并一路招手急艇进行诊疗服务 为群众看病配药 该镇有16394间房子受烟 2.5万人口受灾 积水最深处有1.2米 古林卫生院副院长出诊医生黄科成表示 戴皮滑艇被骑后 古林镇还将派出两组医护人员 兵分三路进行流动诊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